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另一半和我带同一副有线耳机听歌 15号 你的老乡 哈喽男嘉宾 你也是 我也是广州 广州的 我也是特别喜欢有线耳机的 特别是跟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对 很有感觉对吧 就会挨得很近 他这个耳朵 我这个耳朵然后就靠在一起听 就感觉好舒服 对 就是因为我平时 我出门的话 如果不带耳机的话 就感觉没什么安全感 我也是比较喜欢听歌的 然后呢 为什么会有这个情节在呢 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初中 都很喜欢带那个MP3听歌 这个MP3里面放一些英语听力 然后顺便放一些歌 就能顺理成这样去听歌吗 他们俩再往下说 就开始过日子了 方子怡 大家好 我是9号女生方子怡 然后来自苏州 今年27岁 目前在经营一家设计工作室 是一个外表小白兔的大狮子 然后我想问一下男嘉宾觉得 用蓝牙耳机听歌 就是两个人啊 对 跟用有线耳机听歌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就蓝牙耳机的话 就感觉两个人的距离 会拉远了很多 而有线耳机的话 为什么我会这么有这个情节在呢 就是因为当时我喜欢听作人的歌 然后看到他那个自导自演的 不能说的秘密 他里面的角色叫叶湘伦 还有一个叫陆小雨 然后呢 就是他们在唱片机里面 叶湘伦把他自己的耳机 把自己喜欢的歌 听到一半之后 再给他的陆小雨听 然后那个就瞬间触动到我的心灵 我就感觉 这好像是我想要的那种爱情原来的样子 那你之前有跟其他女生有过 关于有线耳机的 这样说吧 我之前有过一些恋情嘛 我听到我喜欢的歌的时候 我会摘下来 然后递给他 我也不会勉强他接 如果他是直接什么都不说 接上去的话 我就会感觉 那就是我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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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浸三分为重 那所以你前面女朋友都拒绝了吗 没有拒绝吧 就是他会问我 你干嘛 你希望那个很开心的接过来的那种 对我希望就是自然而然接过来听了 也不会问我干嘛 耳机置于他 相当于道歉方式置于前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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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